郭文貴議員 我現在收到通知 由於現屆的特區政府只剩下不到三個月的任期 所以中央人民政府在這段期間 將不再任命政務司司長 因為一併考慮了另外處任的問題 所以我徵詢了中央人民政府的意見之後 也不打算作任何處任的安排 換句話說 由現在到本年的6月30日 特區政府政務司司長這個職位將會繼續出決 出決之後的安排 我仍然是可以很有信心說 對特區政府的工作是沒有什麼大的影響 行政長官已經委任了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的主席 和一位額外的成員 由我委任所的主席 是財政司司長陳茂波 接替了政務司司長李家超 成為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的主席 因為早前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也辭職 另一位官首成員是教育局局長楊潤雄 相信在復活節假期之後 會馬上召開會議來審查 收到的參選人的提名 大家有意見 我們來見 很久不見 我們來見